大家好我是Yuki 我现在在21届广州国际车展的现场 那本次车展也出现了一些很多爆款车 现在咱们即将要去一些爆款展台 比如说宝马 理想 风田等等 采访一下观众他们对爆款车的一些看法 走 你觉得这一车好看吗 还行 就挺奇葩的 就挺奇葩的 好看 很好看 我觉得你好看 高铁酷还是他酷 那肯定还是高铁比较好看 他更酷一点 他就一截 但是他如果有很多截的话会更好看 你觉得李老板会兑现他微博上的诺言吗 他不是已经发视频把成龙的脸披成自己的脸了吗 也算是兑现的一种是吧 对 必须要兑现啊 一定要兑现 他微博说确实是这样就跳楼 然后他前一阵也发了一个把自己的脸换成了一个人 然后跳下去了一个好像也算兑现了吧 那如果说咱俩二选一的问题啊 就是你想Mega跟小鹏X就直接选一个 你选哪个 我选Mega 这个得想一想 如果在这个展台的话就说这个 那个展台的话就不一定 燃油的和纯电的新武器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选燃油的吧 顺丁 那个燃油版呢 因为就是宝马这个品牌它很多年一直还是以这个驾驶乐趣 和这个操控性作为这个卖点 可能还是燃油的这个驾驶体验会更刺激更适合年轻人一点吧 当那个发动机轰鸣的时候是我开车的最快乐之后 就是家客已经很成熟了 我本身都是开那个纯电车来的 是 所以我觉得家客电车已经很成熟了 跟着而且如果电池稍微大一点 包括它的使用的感觉会很好 那如果说啊 二选一的问题就是新武器和奔驰一级之间 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新武器 应该本牌啊 我会选择新款奔驰一 为什么呢 又不坚定了 因为比起这个宝马和奥迪这个BBA这三品牌里面 我更喜欢奔驰 我感觉它的那个豪华程度能让人心情愉悦 就是说可能奔驰还是更适合这个比较商务的那种 成年比较稳重的人士 然后年轻人的话 还是比较喜欢驾驶乐趣这方面的这个特性吧 我掉定金了 我已经交定金了 准车主啊 交了 但是我看一下如果不合适我就不一定买 中年男人的情怀 就想买吧呢 方方真正比较硬呢 嗯 其他没啥 啊 就是因为它 呃 它的那个月性 它的那个使用比较耐用 然后吧 还有就是到一定年纪大像像自驾游嘛 所以所以就开一个比较比较可靠的车吧 这就是主要原因 那作为我们女生啊 为什么会喜欢普拉多呢 或者想卖普拉多呢 因为我感觉它其实外观很帅气 我就喜欢偏帅气派的 帅气的 那如果说普拉多和坦克500你会选择哪一个 坦克500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更喜欢坦克500的那种线条感啊 特别的硬派越野的那种 对